苦丁茶和红糖,大家应该都听说过,这两种东西对于身体都是非常好的东西,调养身心必备的良药,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两样东西是不是可以,以及使用,毕竟本身苦丁茶就是味道方面不是那么的好喝,很多人就想着是否可以多放血糖,那到底这两个是不是可以,以及使用,有什么科学依据呢? 苦丁茶有哪些药效?首先先了解一下苦丁茶,苦丁茶的功效主要就是它的药用效果,它本身的药理作用是非常明显的,在中医方面,它的主要作用鉴定是散温热,轻头目,猪板咳,对于一些咳头痛,牙痛,乌齿,热地板咳,立即都比较严重了身体不良反应,有着很好的治疗效果,另外值得注意的是, 根据现代道理研究我们可以发现,苦丁茶它本身是含有非常多的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,雷生素基辛,猛,乳脏微量元素,所以它自然就是具有降血脂,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,增加心肌工学,和动脉中央硬化等一系列的作用。 它对于其脑血管疾病患者的疼痕,口痛,胸闷,乏力,失眠等症状都是十分有效果的,三种人不宜喝苦丁茶,但是苦丁茶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,就是以下几种类型的人是不能喝的。 第一种是风寒感冒者,尤其是现在我们都清楚东西是感冒的高拔季节,一般来说,患了风寒感冒的人,都是需要多吃些温热的食物,以便于去除体内的寒气。 可是苦丁茶它是有爱风寒的发散的,非常不利于感冒的自愈。 第二类就是吃喊喜智者,我们首先要清楚自己,是不是属于吃喊喜智者。 这一类人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冬季特别怕冷,会经常心地感觉手脚冰凉。 所以说这一类人如果喝了寒性的苦丁茶后,手脚冰凉的症状会加重,是十分不利于病情的。 第三类就是慢性胃肠炎患者,这一类人经常会存在疲惫虚寒,比较容易肚子疼或拉肚子。 所以甜寒性的苦丁茶会加重这些症状,苦丁茶加红糖能喝吗? 很多人都知道红糖对于女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,它本身具有补血、散语、怒感、吃茶等功效,并且效果十分的好。 所以对于女性来说,尤其是今期的女性是必不可少的。 至于到底苦丁茶这种偏寒性的茶和红糖,这种具有热性的物质能不能一起喝? 这也是要看情况的。 如果你本身没有什么身体方面的问题,那很自然喝了也是没关系的。 但是,如果你身体是需要这两样物质中的一个进行调理的话,那就需要顺重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